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9号 星期二 黄奇帆的这个十二堂经济课里边 我们已经讲完了呢 就是第一个宏观调节的部分 然后基础货币的部分 对吧 那么后边呢 进入了这个什么 它这个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呢 还有这个房地产发展的部分 那到这两个 我在这两天虽然没讲 但这些我都看了 我看了之后呢 发现什么呢 这些其实我们讲过 我们讲过了之后呢 它里边呢 有很多东西 跟以前都是重复的 有一些小的不同 但是区别不是很大 为大家简单说一下 资本市场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就是股票市场 他以前讲过 就是发行机制呢 不健全 退市机制有问题 咱们呢 这个就是 这个上市公司呢 越来越多越来多 人家美国呢 差不多呢 就是几十年下来 还那些还记得吧 人家就是说 每一年上市的和退市的 大体上差不多 所以呢 然后它的这个股票的市值呢 就在涨 你懂吗 用一些好的企业 替换一些不好的企业 这个我们讲过 还有印象吗 这就讲过啊 注册机制不到位 制度呢不好 然后投资者的结构呢 不合理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他们融资的时候 主要呢 是以债务融资的 以股权融资少 还记得吗 以债权融资的多 债融资就是 你欠债一定要还的 股权融资是进来投资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投资的结构 要合理 那这个今天都讲过啊 那这个呢 我们就就不多讲了 好不好 那这就过去了 它的资本市场这部分呢 咱以前讲过了 然后呢 就谈到它呢 后来它 看呢 基本上呢 也都讲过了 房地产呢 之前讲过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现在认为 就是说房地产要应用程度了 后面肯定要改革 要改革之后呢 其实说白了 还是这句话 就是双轨制 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讲过 什么双轨制呢 就是说 要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公租房和商品房 把它分开 学习呢 这个新加坡 还记得吧 这以前讲过 就政府现在拿钱出来 买一部分 因为正好房地产商也不好 然后政府抄底 买一部分房子 这个之前也讲过 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它这个资本市场和房产市场呢 我们讲过了之后呢 我们就不重复 好吧 我们进入呢 它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什么呢 是对外开放 那这就是第五个部分 它一共就六个部分 然后对外开放呢 我看了一下 它呢分两个部分 其实意思呢 也是呢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 通过这个 我们能看明白一点 就是18年19年 正好这个对外开放 它讲的时候是19年的事 2019年的事 这说明什么 18年19年贸易战的时候呢 中国实际上妥协了 答应了川普很多东西 在这里边都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 最后呢 第六部分是中美经贸 中美经贸这个呢 还比较有意思 中美经贸 其实有一些部分呢 我们也涉及到 但是呢 因为真的是这个 而且中美经贸呢 都是在2020年之后的 讲到了 知道吗 比较涉及到呢 就中美之间的一些真实情况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中美经贸呢 我们倒认真讲一下 这个对外开放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就得了 好不好 好 那接着说啊 然后呢 我把它后边那个四篇 他不说有这六个部分吗 十二堂课 还有这个十二堂课呢 是六个部分 后面呢 还呢 收录了四篇文章作为附录 那后面这四篇文章呢 我看了一下 有三篇呢 意义也不是很大 其实有一篇呢 还有点意思 我们讲一下就得了 但是这后面这三文章呢 我们到后面 我们再说 好不好 那反正呢 这就是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的话呢 它是两堂课 我们一次呢把它讲完 第六部分呢 到时候呢 第六部分 好像一共就是有这个三块 三块我们看看是一次讲完的 还是讲两次 好 这个呢 咱们再说好不好 咱先看这个第五部分 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呢 它说这样 就是说 它的标题什么 就是新时代 国际贸易新格局 三零政策 以及呢 以三零政策为基础的 FTA的发展趋势 这个FTA什么 FTA其实是一种的双边贸易 或者说自由贸易协定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让WTO的话是多边 很多国家一起 那么如果FTA呢 它就相对 跟WTO的差不多 但是就相当于就是说 这种单边的 或者那少一点 你像这个美国的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就是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就三个 如果是美欧的呢 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 你看欧日 欧洲和日本的 那这种就属于 都属于WTO 是一种单边的 就一对一的贸易协定 没有其他的 那这个呢 比较好谈 因为咱们两个呢 肯定是齐方对手 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去谈 如果多边的话呢 这个就对有的人 有的人不公平了 好吧 那我们来看看 像这样 那这个呢 它是呢 2019年4月9号的时候讲的 他说第一啊 这三十多年来 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四十年前啊 国际贸易中的总量 70% 其实是成品的贸易 就是说 我已经建好了 是一个成品 我卖给你 然后呢 你呢 也做好了一个成品 卖给我 就比如说这个iPad 如果三四十年前就我做了一个iPad 给你 或者你呢 做一个手机呢 给我 这是以前 但是现在呢 不一样了啊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变化了 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里 60%的贸易呢 是什么呢 是中间品的贸易 是零部件原材料 的各种中间品的贸易 就是以前里边 比较多的 70%都是成品 是我做了一个iPad 我做好了给你 现在不是 现在我可能卖给你iPad 一个壳 或者一个电池 那么我卖给你电池 然后你卖给我 比如说是里边的芯片 是什么的 大家都是这种中间品了 基本上都没有做成 就是60%都是中间品 都是零部件和原材料 也就是比例呢 倒过来了 就是60%是中间品 另外40%是成品 得到了2018年的时候 就进一步了 70%是零部件 原材料和中间品 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贸易品的交易 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 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 是几十个国家 几百个企业 然后能生产了上千个零部件 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产品 那么产生的呢 它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产品贸易好了 还有呢 服务贸易也在飞速发展 在这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是要提供服务的 什么服务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刚刚讲到了 你像四大 四个会计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我为你进行这个审计 以便你出去 比如说上市 或者到海外借钱融资 那这个就属于服务 那么也就是说 服务贸易占比例越来越高 以前的话呢 互相没有 就服务贸易少 主要都是产品贸易 都是我给你一些 实价实的产品 我给你一个馒头 我给你一个胡萝卜 什么的 那现在来讲呢 就有一些虚拟的一些东西 就是属于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也在增加 成品越来越少 零部件越来越多 而服务贸易越来越多 就是整个呢 目前的国际贸易的 一个呢 新的发展趋势 好吧 好 那么呢 这个里边呢 但是中国呢 就出问题了 中国呢 服务贸易的量呢 也呢 也在飞速增长 但是还是很慢啊 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 才能翻一倍 就是货物大家产出的慢 十年才能增加一倍 但是服务贸易呢 它量比较大 你知道吗 要保险啊 你像这个 你像中国如果海运 买了很多保险 也都是欧洲的 然后呢 你像这个会计审计 用的也都是什么 私大也都是国外的 你懂吧 那么服务贸易再翻 那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一个产品啊 涉及几千个零件 由上千个企业 在几十个国家呢 来制作 那这里边谁是老大呢 那就是谁牵头 谁管理 谁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谁就是世界制造业的领袖了 所以呢 现在的世界制造业 是看产业链的集群 供应链的纽带 价值链的曲纽 那谁控制这个价值链的曲纽 谁就是龙头老大 那举个例子 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的话 它一个手机 可能几百个零件 有的再复杂点了 像电脑 可能零件更多 那不懂得说吧 反正可能几百个零部件 那全世界的几百个企业 然后几百个企业呢 各有各的专利 各有各的呢 拿出好气 我可能我做的壳做的好 我做电池做的好 对不对 我做芯片做的好 对吧 那好 那他们这些专利呢 实际上苹果是不掌握的 比如说你买高通的芯片 高通专利你不掌握 如果我这个壳有什么专利的话 你也不掌握 那这些专利呢 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呢 苹果呢 它来产生标准 它制造标准 就是我要用一个标准 你们要跟我做成什么样的 然后呢 它呢 再呢 产生了一个纽带 因此呢 它能提出行业标准 产品的标准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企业 就是产品技术最大的发明者了 所以苹果公司呢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龙头老大 行业的这种顶尖地位 对不对 那苹果公司一年产生 上万亿美元的总销售值 所有的零部件厂 都要跟苹果的结算中心进行结算 而结算的选择地 往往是什么 是在某一个自由港地区 像什么 就是英属 维京群岛 什么的那种地方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之所以选择自由港地区 就是为了要降低税费 那自由港呢 往往还有呢 高层次的 高支的这些呢 金融会计 精算人才呢 在聚集 因为你们都在这 搞各种的精算啊 结算啊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人 都跑那跑 你看迪拜也是 迪拜它现在发展 有大量的外国人过去了 你发现了吗 你像那个 现在大家 我们有时候 在YouTube看那车 Super Car Blondie 他就是个外国人 跑到迪拜去发展 其实在迪拜发展 外国人很多 而且你会发现 有很多币圈的大佬们 也都在迪拜 那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吸引过 他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那就是自由港 在吸引这些高级人才呢 往那聚集 那2008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一年呢 有三万亿美元进出口 其中的1.8万亿美元 是加工贸易 但是呢 这1.8万亿美元的结算 全部都不在大陆结算 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再看一下呢 具体看一下 有4000多亿在新加坡结算 有3000多亿在香港结算 有3000多亿呢 在爱尔兰结算 那爱尔兰呢 是英国旁边的一个自由港 还有一部分呢 他特别强调 是在中国台湾 你看他说新加坡和香港 那时候呢 都没有强调 就到台湾时候 就要强调 中国台湾 你看政治敏感性 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台湾 还有呢 在韩国和日本东京 也就是说 整个差不多2万亿美元的结算 都不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是做加工的苦力 这里一点小钱 金融结算产生的税收 不仅仅是所得税 还包括专利税 版税 金融结算产生的 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 这些都不在中国大陆 所以呢 就是说基于此要说一点 就是说你看 服务贸易钱我们也挣不到 我们只能干那种苦力 挣那钱 然后苹果公司大头 我们也挣不到 我们就给人组装 挣那点小小的零钱 然后物贸还都在我们这 对不对 新的贸易格局 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 产生方法和控制产业的特征 那这个特征就是什么 就是三链 价值链 共用链 产业链 那么针对这三链 就引出了叫三菱 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 哪三菱呢 还记得吗 先我们说过 川普那是假的 零关税 零避壁 零补贴 没错 对就是这个 零关税 零补贴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那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是被川普 这是当时川普和莱特希泽 反复强调 要逼中国要接受的 在2019年的时候 中国同意了 要接受了 前面都是铺垫 后面呢 他就要接受了 但是呢 他说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你让我接受可以 但是我有一些 我有苦衷 那什么苦衷 你看这里面啊 你们发达国家的产业链 都在各个工业国当中 对不对 当然美国不算啊 但是你像日本啊 德国什么 对不对 那么你的零关税 对工业国是有好处的 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好处 但是呢 跟工业国的产业链 供业链如果没关系的 比如说像我们非洲 拉丁美洲的一些 搞农业的国家就吃亏 所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呢 就是说 谈多边贸易的时候 谈不成 有人占便 有人吃亏 那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比方说非洲 因为我的手机 什么都得给你们买 到时候 然后你们 我的农产品又卖了多少钱 最后呢 我可能我 我的辛辛苦苦 这种时间地 换不了你一架飞机 那我就没啥跟你玩了 你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就是说参与不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没办法 那参与不进来 他们干什么 就开始搞呢 这种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就成为一种趋势 发达国家 都在进行的双边 单边的会谈 把一些呢 比如说把WTO呢 就给边缘化了 是因为呢 就是说三菱这个原则的 授予区域是有范围的 有些人有好处 有些人没有好处 那么有好处 他们在一起搞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但是呢 也不是说FTA呢 就是逆全球化 逆呢 这个WTO 它也不是 它实际上也是想要更好的呢 去发展全球化 对不对 但是呢 也是新阶段 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你看 在当时2019年啊 日本和欧洲 已经签订了协议 美国和欧洲的协议 已经谈好 美国跟日本的贸易协议 谈了两年 让美国和加拿大 墨西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刚刚签 2019年的时候 对不对 他说中国当然呢 要顺应潮流 融入国际自由贸易 将中去 所以中国也必须要这么做 那这个时候 美国就给我们提到条件 就是什么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政府同意了 等于习近平在2019年 是同意了 同意呢 要跟着川普一起搞什么呢 搞叫自贸实验区 也就是说呢 就是自贸区 简称就是自贸区 要搞自贸区 自由贸易呢 这个什么 自由贸易实验区 简称的叫自贸区 就要搞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也在跟美国呢 进行贸易谈判 那么我们的 这大陆的自由贸易实验区 就要实现 就川普说的三零政策 就是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这个当时呢 已经谈好了 那这里面后面 就开始鼓吹 就开始鼓吹 这个自贸区有多好 有多好 那后面就是说 这三零政策 有多好多好 自贸区有多好多好 说了好多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川普下去了 这2019年 你懂吗 那么2019年 后来那个第二年 不就选举吗 选举完了之后 川普就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再也无人提起了 而拜登上来了之后呢 不再搞川普的这种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了 拜登现在学中国 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拜登现在在干什么 在提高关税 在补贴自己的企业 然后呢 在搞各种的贸易壁垒 不让你卖进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鼓吹了半天 最后呢 打脸了吧 就打脸了吧 中美都打脸了 当时川普和莱特希泽 也在鼓吹 零关税 零补贴 拜登上来了之后 把川普的脸都打肿了 对不对 当时呢 中国跟川普谈好了 也要搞这个呢 自贸区 也要搞呢 这种三零 最后呢 也都打脸了 也都完了 现在整个呢 都在发展什么 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你发现了吗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大体上呢 就如此 当然了 这东西呢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天下大势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它都是呢 这个波段性的 那现在呢 有点开始搞各家资本主义 那会不会过了几年 又开始搞什么三零的呢 没准明年川普回来了 又来了 有可能这美国嘛 你知道吗 他拉大剧扯大剧 他来回走 你也不好说 他今天这边 那边那川普穿完之后 跟拜登可能180度 烧鸡大窝窝 又遮那边去了 也有可能这不好说 这马上今年又要选举了 对不对 这是2019年 现在2024年 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事呢 他没法说 所以呢 你就了解了解就得了 我说这些东西呢 我们先了解了解 反正呢 就是说 中国呢 已经准备好了 在2019年是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要搞呢 三零的自贸区 这样呢 把结算呢 也留在中国 明白了吧 如果零关税 零被零补贴的话 你再结算 我这没 我零关税 没有税 你带我这结算 不就完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就可以把结算 也留下了 反正就是再跟美国谈 这是一谈 但是现在呢 就都没有 都没有 但假如明年 川普上来之后呢 会不会重新 接着旧梦重温呢 也有可能性 也不能说呢 当然了 前提还是川普上来 没人会议力上来 那会议力上来 那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反正呢 我们就了解了解 好吧 这就是他讲的 就是说呢 对外开放的三零政策 和这个FTA 那基本上呢 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了 他里面讲的 一堆一堆的废话 就鼓吹怎么怎么好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 那些东西 现在看起来 都上个笑话 你们现在不搞了 你懂吧 所以呢 就这样 如果川普回来了 他们要接着搞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再翻过来 再跟你说说 有什么好处啊 怎么回事的 好不好 那个时候再说 但如果赫尼力上来的话呢 你就把这事忘了吧 就当没发生过 好不好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